戴著口罩手邊還有厚厚資料 到疾管署前進座 他就是俗稱小明的爸爸 獨國三的兒子因為疫情影響 無法回台念書 對蔡政府的做法一肚子活 國中畢業生 應接畢業生 並不在這些項目裡面 那既然說教育部這邊 跟疾管署這邊 你們沒有一個定案的時候 你們為什麼要發布這個 警察罩來回 八月十三日起 二歲至六歲的陸籍子女 可以申請入境 父母的陪同可以陪同 逐步要來做一個開放 等了好久六歲以下的中配子女 八月十三號起 還是可以回台灣 但要不要拘留證 陸委會和指揮中心瞧不攏 更久度更改新聞稿內容 最後才有陸委會拍板 確定不用拘留證 不過依舊堅持逐步開放 畢竟國際疫情嚴峻 連越南也從低風險國家 被升級成中低風險國家 國內也在新增一起境外移入個案 入境時主動通報曾經有症狀 那於機場接受採檢後 到集中檢疫所 那十一日集中檢疫 集中檢疫的期間 人出現腹泻的症狀 那今日確診 那目前在住院隔離中 這次的境外移入個案 案481是我國籍50多歲男性 今年6月26號時到菲律賓出差 但從6月底到8月初之間 就陸續出現腹泻胃寒等症狀 8月10號返台後 在居家檢疫期間 依然出現腹泻症狀 直到8月12號才確診 目前已經匡列18位接觸者 7位同事以及同機旅客 列為居家隔離對象 11位機組員 則是自主健康管理 而防疫最重要的武器疫苗 台灣也當面向艾薩提出需求 希望美國能夠幫助台灣取得 除了接往美國之外 自己的努力也不能少 疫苗所有的可能性 所有的方向 我們沒有一個有放棄的 我們就去可以爭取 不管是要在授權使用 來授權製造 這我們也在爭取 也在積極談判中 不管從國內還是國外 都會持續爭取 尤其在俄羅斯開出疫苗問世的 第一槍之後 世界各國已經展開疫苗爭奪戰 台灣在本土疫苗問世前 能不能搶到外國疫苗 將是防守下一波疫情的 最重要關鍵 環宇新聞宋俊玉 徐國豪台北報導